大家好,我是瑞姐 这次我们和这位北京大爷聊一聊该不该捐助的话题 演员孙力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网上曾爆出孙力默默捐助一个贫苦孩子四年 这孩子考上了大学 当知道捐助他的是一位当红明星时 他就以各种理由向孙力讨要高昂的费用 学习也不上进了 于是孙力就停止了对他的资助 没想到这孩子却写了六千字的书信 来抹黑孙力,反咬一口 说起这件事,北京大爷忍不住了 您觉得现在有一些富人来帮助穷苦的孩子 帮他们就业也好,上学也好 应不应该帮 对于那真正困难,应该帮 但是人家有人家的想法 有义务帮,义务不是法定 对,对于受助者,不能依赖人家的帮助 说得好 还要自强自立一些 不要因此就变成了懒惰之人 是的,不能成为依赖 对,一个演员,孙力曾经帮助过贫困的学生 最后这个学生呢,反而依赖于他 要过上好生活,还要让他给买楼房 哦,那也太过分了 因着伤心,生气,都刺激,受刺激 因此这样呢,怎么说呢? 他就没法说了,我这人不会骂人 所以说,这个受人帮助 受人点水文,须当有权报 并不能说,人家有就应当帮助你 对,说得好 人家是义务 义务并不是法律规定的 是人家的思想觉悟 不要拿人家的善良 当作你想享受的资本 说得好 不会骂人的大爷爷说狠话了 没办法 他们给我挤的了,气的 很生气啊,听了这样的消息 人家帮不帮你 人家不是应该的 是吧,不是人家分内的事 不谈他们也罢 如果这个世界要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以后谁还去帮助 是的 那是无底洞 你说现在社会的一些捐助 有的是应该捐助的 还要看人家自身的思想剧 没有一条规定 说有钱人就必须帮助那些个贫困人 提倡 呼吁根据自身能力 去帮助一些捐一些钱 这些个也无可非议 这也是应该的 对 也要看自己对事情的认知 对 不能道德绑架 如果让您捐助 您会考虑吗 如果真有需要者 值得我帮助的 我会帮 也要看具体情况 量力而行 对 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您希望大家都去帮助一些穷苦的孩子吗 怎么说呢 怎么变穷呢 他们为什么穷 天道仇勤 只要努力 老天爷不会饿死一个人 除非是自身条件 不能用劳动来挣钱 对 帮助别人也是一种美德 但是要看清楚 那些有劳动能力 却依赖索取的 不值得通情 没错 捐助有尺度 善良有底线 慈善 从来都不是栽培贪婪的良田 可是在我穷我有理 你负你活该的扭曲里 悄悄地滋生着 变了味的理所当然 互帮互助 是温暖的传递链 它在隆冬的冰面 奔发出火热的夏天 感恩 是一扇永不上锁的门 在四季的交替里 守护着一方 爱的绿音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